路蘇瑞來勢洶洶 台東長濱漁港長浪也是一波波 漁民擔心停泊在港區內的竹筏 會因為颱風來襲受損 於是漏夜進行纜繩的固定作業 沒有想到大浪打進港內 讓船隻大幅擺動的情況之下 讓林姓漁民一個站不穩 直跌掉到海裡 幸好旁邊的漁民趕緊救人 海巡貨報也前往救援 把人給拉上岸 林姓漁民的右手有部分擦傷 不過意識清醒 沒有生命危險 救護車也趕到進行初步的包紮之後 將人送醫治療